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十四集 夏小兰 夏红侠冲到一中校门前 冲着夏小兰招手 夏小兰走得快了些 没有听见夏红侠的声音 几步就转弯进了教学楼里 夏红侠跺脚 很不服气冲着学校门卫嚷嚷 你凭啥放她进去啊 门卫瞅了夏红侠一眼 眼神特别有深意 大姑娘总往一中的男生身边凑像啥话呀 马上要高考的男学生 别管谁被夏红侠拿下 都是分了心的 这样的人 门卫咋会放她进学校巧事呢 夏红侠被这别有深意的眼神 看得又羞又恼 不过 她家传的厚脸皮 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反向受了大委屈 你就是瞧不起 我是农村人区别对的 你是不是看她长得好看才偏心的 我告诉你 夏红侠的声音不小 路人都以惊疑的目光看着门卫 门卫都几十岁的人了 咋能被扣上这样的帽子 看着夏红侠真是讨厌到不行 她是医中的学生 和你不一样 医中的学生 打死夏红侠都不信 夏小兰就不是读书那块料 心静不下来 和死欲姐没法比 夏红侠坚信 夏小兰是在医中找到了新对象 小破鞋真够可以的 连学校门卫都提她撒谎 夏红侠最看不惯的人就是夏小兰 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揭穿夏小兰的真面目 你们都被她骗了 她是双破鞋 名声有多烂 四里八乡的人都晓得 这种人都能进学校 那我也能进去 夏红侠嚷嚷着 恰好有个学校领导路过 咋回事啊 大门口吵闹嚷嚷 影响学校的次序 校领导是不会骂夏红侠的 人家认识她是哪根葱啊 这话是对门卫说的 门卫也很为难 还辩解了几句 于主任 这位小同志整天都来学校打转 他就是想进学校 又没有正当的理由 我也不敢放他进去骚扰学生啊 于主任厌恶地看了夏红侠一眼 老赵 你要对工作负责 要进医中的只能是学生和老师 安庆县一中不是啥机密单位 一道铁门把学校和外界隔了起来 学校里面待着的是 专心学习的未来大学生 哪能像菜市场一般 随便啥人都能进出呢 想要坦坦然走进去 行啊 考上县一中 于主任明明没有骂夏红侠 后者却像被人拔掉了脸皮 扔地上踩 文化人的嘴就是损 夏红侠恨恨地想 读高中又能咋样 又不是个个都和他紫玉姐一样 人下气 夏红侠脸上的通红 不揭穿夏小兰真面目 不肯罢休 不管夏小兰是医中的学生 还是在学校找了对象 她都要让对方在献衣中待不下去 刚才进去的女生 叫夏小兰的 她生活做风不正派 在乡下 于主任眉头皱着打断她 你用啥证明自己说的是真 夏红侠眼睛里都是得意 她是我堂姐 她的事我能不知道吗 于主任的厌恶不加掩饰 能为老赵也生气 哪有这样的人哪 就算夏小兰真有啥不堪 家里的堂妹来接断 这是家人 分明是仇人才对呀 仇人说的话不可信 于主任不想和一个脑残浪费时间 丢给老赵一个眼神 又走了 老赵不用再给夏红侠面子 直接赶人 你在前面的张继打砸 再闹事我找你们老板 发现情况去 夏红侠难以置信 我哪句话说错了 明明都是真的 现意中的人 却反过来对我不客气 真是见了鬼 是被夏小兰挂了迷魂药吧 夏红侠不愤 她使劲跺脚 跑回了张继小吃店 原本气冲冲想向张翠告状 眼珠子乱转 又有了别的主意 暂时居然没提 看到夏小兰的事 张翠脸色也不太好看 姜莲香刚才又挑拨了几句 说夏红侠眼睛里没活 刚才店里的顾客虽然不多 却正好可以让他们抓紧时间 打扫桌子 地面和洗碗 夏红侠倒好 手里的抹布一扔 就跑到县衣中门口去了 干活不利索 心眼可不少 就是笨得很 这心思呀 都写在脸上 大姑娘想找个好的对象没错 但吃天鹅肉钱 总得看看 自己是不是癞蛤蟆吧 你夏红侠长得普通 没有一技之长 还是农村户口 学历不高 用啥迷住那些准大学生呢 就算要找个目标下手 也得先打听好 哪些是真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瞅见每个来小吃店的 一中男生都两眼放光 有些性格腼腆的 都快被夏红侠吓得不敢进门了 张翠真想把夏红侠赶走了事 吃白饭 还爱手爱脚 在店里时间长了 真的和哪个男生有了不光彩的事 男方家长打上门来 张继还做不做生意了 红侠呀 你别有事没事就去校门口乱转 姑娘家本分点好 别和小兰学 张翠苦口婆心 夏红侠胡乱点头 心想 夏小兰好像也没受到啥名声的影响 人家不也混进了现衣中吗 夏红侠等啊等的 一心二用 留意着现衣中的门口的动静 快三个小时后 才瞧见夏小兰的身影 一个高瘦的皮肤微黑的男生 把夏小兰送到门口 夏小兰冲对方挥手 男生依依不舍地返回学校 夏红侠心里那股火月 越烧越旺 果然和她想的那样 夏小兰是在现衣中找了新对象 这个男生是谁啊 难道家里很有能力 为啥刚才与主人和门卫 都替夏小兰说话呀 夏红侠决定 搞清楚这件事 得 她把抹布一丢 又跑了出去跟踪夏小兰 张翠气得凶闷 将连香忍住笑 姐夫夏长征心眼小 想弄个夏家人在店里储着 防着她和张福满 但这侄女夏红侠也太不争气了 总打夏长征的脸 夏红侠像泥秋一样 泡得没了人影 张翠想 不能再忍了 一定要把她送回大河村 夏小兰故意慢慢地走 她喜欢用后世的交际套路 李多人不怪 县衣中的门卫老赵 也收过她的烟 老赵刚才对她说 有个自称是她堂妹的 在校门口闹事 让她小心一点 又说这堂妹 是在学校门口不远处的 张继小吃店打杂 张继小吃店 夏小兰第一次来县衣中时 就留意过 店铺位置选得好 生意当然也很不错 夏小兰当时见了还挺遗憾 原本她曾考虑过 开一家类似的店 专卖小吃 就交给刘芬打理 做小吃当然辛苦 但不用承受风吹雨淋 又比倒卖油渣轻松 如果刘芬开小吃店 倒卖油渣的生意 夏小兰就要收手 她打算把这生意 用来还陈家的人情 可惜 县衣中门口的好位置 已经被人占了 夏小兰暂时把这想法丢开 安庆县不行 她以后就去商都市 或者奉贤市 给刘芬开间店 不一定是要卖小吃 赚多少钱再其次 主要是让刘芬 有个寄托经历的地方 有人从后面拽住她 夏小兰 我可抓住你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